这一代的酒庄数量我不太清楚 如果你想问波多更地酒庄总数的话 大约有四千多个 斐鹿酒庄 多谢 这样遮阳板和浇水装置就都可以远端操控了 辛苦你了 我去准备红茶 这是Albert先生府上吧 请问Albert先生在吗 我就是 我是苏伦市拍卖行的经理 为您转送几件物品 1992年北路酒庄的甘红葡萄酒 1990年罗曼尼康蒂的甘红葡萄酒 和2006年低筋酒庄的贵府甜白酒 劳烦您找个地方确认一下 不用麻烦 就在这里吧 这里 Albert是我的中间名 不 是别人送的 我的确喜欢瓶酒 你对酒庄和葡萄酒文化感兴趣 而且 那等到了波多更利后 我们就去酒庄看看好了 刚好我有一位朋友在那里有做酒庄 我打个电话给他 Wilham 你终于到了 好久不见 拉斐尔 拉斐尔是我多年朋友 这座酒庄是他的家族产业 现在由他带为管理 房间管家已经安排好了 你们想先休息还是游览庄园都可以 你练不累 我也一样 坐了这么久的车 也想散散步 一起走走如何 你都已经来过这么多次了 应该不需要我再安排人带路参观吧 当然 哦 温室怎么样了 你说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 你可以直接过去 小姐 在酒庄进行随意 千万不要拘束 否则就是我失礼了 是种植过季葡萄的地方 这是斐鹿酒庄的特色 也是初代主人的爱好 温室安季节划分成不同区域 每个区域都有不同品种的酿酒葡萄 这样不管客人在哪个季节造访酒庄 都能清楚直观地透过葡萄 了解到各种酒之间的区别 酒庄的酿酒师 有时也会用这些葡萄做酿酒实验 之前打电话的时候 我和拉斐尔确认过 这几天刚好有一批葡萄到了采收时间 即使现在不是秋天 我们也可以亲自采摘葡萄和酿酒了 如果你还想学习品酒的话 我自认是位不错的酒瓶家 道谢听起来有点见外 我更喜欢听你说你很开心 这是我的荣幸 走吧 去温室看看 这种设计一方面是主人的兴趣 一方面也是必须的 玫瑰和葡萄的生长染病方式一样 而且玫瑰比葡萄更加交汇 所以葡萄园都会大量栽种玫瑰 以此作为预警 防治葡萄树的病害 葡萄酒行业里有句话叫 七分葡萄三分酿造 没错 光照 气温 降水 土壤 还有葡萄树的树林 是影响葡萄品质的几个重要因素 简单来说 光照影响葡萄的发育 着色和成熟度 昼夜温差的大小 则左右糖分的累积 如果收获季节降雨过多 会导致葡萄的味道稀薄 酿猪的酒也会寡淡无味 对 葡萄树扎根越深 就越能吸取更多的矿物质 酿猪的酒风味就越复杂 而若是想要葡萄扎根深 一方面土壤要相对平级 另一方面 树林越大的葡萄树 根系越发达 大部分时候确实如此 不过 光照 气温 降水 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些因素 在温室里都会受到精细管控 土壤也是一样 不同酿酒葡萄所需要的土质 坡度 肥力 排水性 酸碱度 土层深度 这些都经过完美的测算和布置 这里的葡萄几乎可以称得上 是品质最稳定 最好的葡萄 你好奇的话 不然我们把每种葡萄都摘一串下来吃吃看 这种说法只看到了表面 酿酒葡萄虽然肉小皮厚 但它的糖度非常高 所以味道会比普通葡萄更浓郁可口 那倒没有 不过 这次来倒是想种一株 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种葡萄树 那就说好了 希望你等等不要反悔 这是卡本内苏维翁 世界上种植最广泛的酿酒用红葡萄 葡萄富含丹尼是葡萄酒味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我没有帮你剥皮 张嘴 啊 味道怎么样 很多酿酒师和酒瓶家也有类似的看法 不过我倒不这么想 葡萄的生长确实需要经历风雨和阳光 如果可以由大自然来安排 那为什么不可以由人来计算和介入呢 需要雨水的时候制造雨水 需要阳光的时候利用阳光 风雨阳光 土壤成分 这些要素本身并没有不同 差别只是掌控者改变了而已 而且 若是技术足够高超 人为介入的葡萄树会比自然生长的更好控制 不需要大量施肥 杀虫剂的用量也被降到最低 以结果论而言 你不觉得后者相比前者更加自然吗 那倒也不是 手段只是完成目的的途径而已 原料取自温室也好 取自露天自然也好 只要酿成的酒品质出众 我都会欣然接受 不过 如果是自己重的话 就令当别论了 我们要不要再试试看其他品种的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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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这么说 那里是斐鹿酒庄的另一项传统 过去看看 他们都是酒庄的首客们特别种下 拜托酒庄精心养护的 你知道斐鹿酒庄的历史吗 斐鹿酒庄被开庚成葡萄园是16世纪中期 但最初掌握葡萄园的土耳家族 并没有重视这里 17世纪中期时 本地的名门詹姆斯·斐鹿伯爵 从土耳家族手中买下了这片土地和城堡 他和他的妻子都很喜欢葡萄酒 并相信这片土地有无穷的潜力 在他们同心协力的努力下 斐鹿酒庄逐渐声名雀起 开启了黄金时代 并最终成为一级名状 的确 斐鹿夫妇在买下酒庄的童年 在庭院 也就是当年的这个地方种下了一株葡萄树 每年秋天 夫妇两人都会将那株葡萄树的果实 混入斐鹿酒中 酿造出一瓶特别的葡萄酒 作为爱情的纪念 斐鹿酒庄成为一级酒庄的那年 刚好是两人结婚的第五十周年 在金欢酒宴上 斐鹿夫妇将像张爱情的佳酿 分享给所有来宾 很快 这种酒闻名辖耳 和新上人在斐鹿庄园一起种下一株葡萄树 也从此成为浪漫和爱情的象征 而用这株葡萄树果时所酿的斐鹿酒 寓意独一无二 更是重要日子时必须饮用的加酿 哦,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是有些相似 都是为重要的日子而特地准备的酒 说起来 我们来酒庄也是打算亲身尝试酿酒的 既然这样 要不要来效仿传统? 其实 我很想先跟你一起种一株葡萄树 等风收拾 再用我们的葡萄一起酿酒 可惜 再怎么妄想也不可能改变时间 我们一起酿酒 然后挑个重要的日子一起品酒 感觉 可以弥补一二 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只要方法得宜 精心看护 一定能比任何葡萄树都长得更好 我保证 这是葡萄树东检石的印枝 在嫁接前需要先浸泡12小时 补充水分 现在 差不多刚好12小时 我之前打电话给拉菲尔树时 就让他提前帮忙准备好所有材料 选一株真木 然后把这根印枝架接上去就好了 没错 接下来只要慢慢养护就好 两到三周 你担心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里装一个摄影镜头 这样就可以每天看到他了 我也十分确信 差不多是晚餐时间了 我们先回去吧 Bioham 我不想做打扰别人约会的讨厌鬼 不然你就今晚帮我试酒怎样 也好 半个月后是巴罗斯科的葡萄酒品鉴会 拉菲尔想让我先来试尝 他酒中新量的葡萄酒 毕竟 Bioham的舌头比大多数酒瓶家都更挑剔 那我们就开始吧 多此一举 我从来都不会受外界干扰 但我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联想 觉得你的打分 多少有受到酒庄资讯的影响 所以就委屈你 还是按照老方法吧 而且 让小姐也体验一下盲品的乐趣 不是更好吗 你觉得呢 想试试看盲品吗 红色很浅 有柔和的梅子香气 有柔和的梅子香气 还参有少许紫罗兰和松露的气息 应该是格纳西 加一点希腊混量制的 酒精度不低 鱼味复杂 是1983年 是1983年巴罗斯科南部 白银酒庄的混量 完全正确 平酒算是一种社交方式 我刚成年时专门学过一段时间 后来逐渐越来越感兴趣 空闲的时候 也会在酒会上和酒瓶箱们 做些交流和探讨 这应该就是酒庄新酿吧 是用卡本内苏维绷和梅洛 口感不错 再沉酿一段时间 味道应该会更好 这一支酒 我可以给98分 98分 你知道吗 已经有两味酒评加 给这支酒满分 你请我来 不就是想听一些 更严苛的意见吗 话虽如此 但我更想凭借这支酒 拿下你的首次满分 小姐应该不知道 Vilham可是我见过世界上 对酒瓶分最严苛的人之一 不管是拍卖价格最高昂的酒 还是备受酒瓶加好瓶的酒 他从来没给过满分 酒瓶界有一句话我很赞同 高分和完美的一百分酒之间的区别 在于一时的心血来潮 如同艺术音乐或美人 应该有一种情感的爆发 我只是觉得那些酒都少了一点味道 我倒觉得少了那点味道的 不一定是酒 不一定是酒 那个酒 因为你肯定等了 你肯定等了 那天想本来 你肯定等了 你肯定等了 明智 这支酒还是一样外星 是吗 我还以为沉酿这么久 味道会变化呢 只有品质好的葡萄酒 才能越沉越香 普通的酒放久了 只会变成醋 时间不早了 我送你回房休息 早睡早起 明天我们还要一起酿酒呢 小姐来这里 是想看宁汉先生的葡萄树吗 当然不会 请您尽管随意 庄园里有安神著名的花草茶 我帮你准备一杯吧 请您稍后片刻 哦 对了 林汉先生种的葡萄树 刚刚摆好名牌 您可以去看看 只要方法得宜 精心看护 一定能比任何葡萄树都长得更好 我保证 我保证 好 我们下一个座 很漂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瓶酒是他叫你给我的? 是啊,前阵子令尊来酒庄和我父亲商谈经济事宜 到了酒庄当然会来这里看葡萄树 一时间触景生情,多谈了几句你和你母亲的事 我们两家是世交,我又是晚辈 令尊的要求我没办法不答应啊 所以你是来劝我回家探亲的 毕竟我受人之托 而且我和令尊在这方面见解一致 我也不想和那个贪婪又愚蠢的女人打交道 令尊也是一样,他唯一专爱的儿子 认可的继承人只有你 他是这么想 不过他也还和教会那帮人虚语为疑 豹子不能改变其般 他和过去真是毫无变化 决策时优柔寡断 处事时拖泥带水 教会的势力庞大,令尊难免顾虑比较多 如果他从当年就警醒,做好准备 现在就不用被教会撤走了 令尊还说你离开斯沃尔特后就去了卫明市 并且把信换成了墨 他以为我是因为母亲的关系 我当然不相信你会单纯地感情用事 但令尊有自己的坚持 对了,今天你和小姐一起种葡萄树的事 我要怎么解释啊 等令尊知道你来过我这里后 肯定会再来一趟 如果他发现你和他当年 花草茶 我没有吩咐过人准备这个啊 哦,少爷,这是帮小姐准备的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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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道歉 你也不是故意听到的 不是吗 站很久了吧 累不累 薰衣草茶 你是因为睡不着 才能温室走走的吗 茶还有点烫 要不要听一个故事 打发时间 二十八年前 一位斯沃尔特的 你误会了 其实 我早就想挑个适当的时机 跟你说说这个故事 我只希望你别介意 这个故事可能会耽误你比较长的时间 你愿意听我说吗 二十八年前 一位斯沃尔特的贵族 在巴罗斯科旅行时 泻后了一位异国女子 两人一见钟情 坠入爱河 他们很快约定 他们很快约定终身 就在筹备婚礼之际 两人发现有了爱情的结晶 他们给孩子取名为Albert 寓意明亮而高贵 如那孩子金色的眼眸一般 此时的贵族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 他带着爱人来到斐鹿酒庄 一起种下像张爱情的葡萄树 许下海誓山盟 但不久后 贵族却接到一个消息 斯沃尔特教会 勒令他的未婚妻必须接受洗礼 信仰斯沃尔特的宗教 方可与他结婚 贵族的未婚妻 出生于东方某个世代书香的名门 自然不肯听凭教会如此无礼的要求 在遭到女子的断然拒绝后 教会下达教令 若贵族敢罔顾教义 愚意教徒结婚 那么婚姻将是非法无效的 贵族的家族利益 也会因此受到政敌的冲击 贵族试图在爱情和政治间取得两权 可证实着优柔寡断的态度 让他在和教会的斗争中惨败 最终 女子厌弃贵族的软弱 他果断离开斯沃尔特 彻底抛弃这段感情 贵族从此一蹶不振 终日用酒精麻痹自己 沦为一个酒鬼 直到很多年后 他才在心理介入下慢慢恢复正常 颓废的酒鬼居然能成为人杰 他的儿子因此开始对心理学产生兴趣 但心理学研究被斯沃尔特教会视为神学的分支 教会本就极力反对大学开示这门学科 国内有贵族头衔的人及其继承人 更是被教会明令禁止学习心理学 面对教会的再次介入 贵族虽试图抗衡 但他做事太过瞻前顾后 谨慎有余 魄力不足 他的儿子本来就对爵位没有兴趣 索性借此抽身 离开了斯沃尔特 茶可以喝了 这不是个令人愉快的故事 原本不该再睡前讲 但如果不现在说清楚 我怕你会因太过自责而更睡不着 时间很晚了 等等我送你回房间 不要再自责好好休息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等明天我都会回答你 而且 试之冬雨收之桑雨 离开故国对于那位贵族的儿子来说 是邂逅另一段美好的开始 他现在过得很好 是幸福的 好 你想做什么 我陪你 我们明天不是要酿酒吗 酒庄有不少专门用温室葡萄 酿造的实验酒品 要不要今晚一起喝喝看 选一个喜欢的味道 这几瓶酒都是用温室葡萄酿的 我觉得味道都还不错 你试试看 选一个喜欢的 肥露酒庄 我很小的时候就来过 我在离开斯沃尔特之前 每年都会过来 和拉斐尔也是在这里认识的 我只是觉得 你想问我这个 心不在焉是无法品出酒的味道的 温柔我的事 你可以随意提问 那我们来玩个小游戏怎么样 喝一杯酒 问一个问题 提问的人必须如实提出 心里的疑惑 而另一个人必须如实回答 如果违规 就罚酒三杯 我先来 你看起来很不安 是在自责吗 虽然我已经说了 你不必为听到我和拉斐尔的谈话道歉 也说了那个故事 我早就想要告诉你 但你依然认为 是因为自己的过失 才导致我和你讲述那个故事 或者更严重 你可能还后悔 自己出发前说 对葡萄酒和酒庄感兴趣 因为我的父亲酗酒 也后悔跟我一起来酒庄 一起种葡萄树 因为 我父母也曾经做过同样的事 看来 我猜对了 你是否觉得奇怪 我父亲曾经酗酒 那按照常理 我要不是滴酒不沾 就同样是个酒鬼 但我却很擅长葡萄酒品鉴 你认为这是为什么呢 没错 身为心理医师 我就更不会将罪责归咎到酒上 酒只是一种媒介 一种社交活动中常见的物品 虽然我对社交没有兴趣 但掌握它却很有必要 我父亲最开始看到我饮酒时 也慎重地警告过我 等他确认 我一直都是有控制的瓶酒后 便开始搜集各种名酒送给我 前几天 我在卫明市收到的那些酒 就是他送过来的 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对我 确实是父爱如山 虽然酒对我确实有些令人烦恼的记忆 但瓶酒这件事完全是由我自己决定的 酒是如此 其他事也一样 我做的任何决定 都只是因为我想这么做 所以 我希望你不要自责 不要后悔想了解我 也不要因此后悔和我来这里旅行 更不要认为 跟我一起种下葡萄树是个错误 因为这些对我而言 都是我真心想和你一起做的 非常重要的事 其实 我也有点害怕 我怕 会被你讨厌 经欲其外 败去其中 这个词形容我的家庭很准确 但我并不打算因此畏首畏尾 他们是他们 我是我 即使有相似的过往 我和他们也截然不同 但你种葡萄树 是我思考后的决定 因为我并不认为 我需要避讳我父母曾经做过的任何事 但 刚才在温室里发现你听到那些话时 我却有一瞬间很恐慌 如果你避讳呢 如果你认为这是个错误 我现在安心了许多 那你是不是也相信我 一定会让我们的故事 走向期待的结局 那你呢 还有没有什么想要问我的 真的 你就不想问问 我为什么想要跟你讲那个故事吗 我在温室市居住了多年 了解到一个风俗 在关系到达某个地步时 就需要向对方说明自己的家庭背景 以备亲友团的盘问 所以 当然要做点准备 我能给你 好,我听你的。 好,我听你的。 好,我睡着了。 好,我睡着了。 不试试看温度吗?感觉很烫。 我让你很紧张。 你能再靠近我一点吗? 谢谢,现在我好多了。 为什么? 但是,我真的很开心。 吃过糖的小孩子,可是很难承受失去的。 我能不能得拢帽数,再多依赖你一点。 还是说太过坚强,不会难过的人,就没有办法得到关心了。 你要丢下我不管吗? 就在这里陪着我。 好,我好多了。 好,我好多了。 早安,我想你应该也快醒了。 就帮你把早餐拿来了。 昨晚后半夜的时候你睡着了,所以我帮你抱回了房间。 没有其他问题的话,不然先梳洗一下,我们一起吃早餐。 说起来,昨晚我们没能好好品酒,要不要重新试试看,找一款你喜欢的葡萄酒。 其实昨晚的酒都不错,混着喝起来,似乎味道更好了。 用葡萄这样酿造,恐怕和橙酒混合的味道不一样。 有这种可能。 有这种可能。 我和你说过,我一定会让我们的葡萄树长得最好,酒也是一样。 我和你不赶紧说起来。 所以我有一点广告。 我和我祢一起拍摄了最初的东西。 我现在的心情 我现在的心情 听完昨晚阁下不声酒力 小姐还专程找女仆要解酒茶 怎么宿醉的人今天起得这么早啊 解决这件事要花这么久吗 你来我这里本来不就是打算告诉她你的那些事吗 虽然在温室里碰到她是个意外 解决问题当然很简单 不过听完那些事她会很难入睡 我当然要想想办法 你真的很在意她 我大概能猜到 你为什么非要精挑细选 特地来到我的庄园告诉她这件事 没什么 只是突然感慨 你总会让我觉得自己有点枉费心机 是我太过形式主义了 酒再好 葡萄树在吃饭夜冒 但人不在的话 没有任何意义 最重要的东西 应该是身边的人 如果不好喝的话 就拿来兑雪碧好了 虽然我从来没有这么喝过 但跟你的话 我很想试试看 是有点有趣 不过也许这样意外地别有风味 抱歉打扰了 不过我实在太好奇 嘴巴很刁的Vilham 会想酿什么葡萄酒 当然是可以称之为满分的葡萄酒 刚刚我们已经试过味道了 非常不错 哦 你是打算用桃红葡萄酒改良吗 这不是昨晚我给你试的酒吗 诶 等等 这个颜色是怎么回事啊 我加了点东西 味道好了不少 加东西 嗯 对了点雪碧 雪碧 斐鹿酒对雪碧 你们还真是有创意 算了 能被你评委满分 也算他物有所值了 是我 抱歉 这里有点吵 所以刚刚没听到电话响了 你打电话给我是有什么事吗 我的眼镜 书店人太多 不小心被撞歪了 我又没带备用眼镜出来 确实有点看不清楚 所以 我准备叫车回去 出行计划是受了影响 本来 我正想打电话问问你有没有空 约你出来的 你快来找我 当然好 我求之不得 不过 我想找你其实并没什么大事 只是 忽然想在花园里种一点水果 就想问问看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原来如此 你喜欢这种水果 那我试着种种看 我喜欢什么水果 嗯 我以前没有什么特别的喜好 不过现在的话 觉得葡萄不错 对了 你愿不愿意过来我家 和我一起种 理由的话 只是很想和你一起做点什么 而且 这样你就会经常过来我家 看看他们的生长情况了 然后 等他们开花结果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起小酌一杯 当做庆祝 看你的表情 好像也和我一样 期待起来了 好 我现在把定位传给你 你慢慢过来 路上小心 不要着急 我会有什么事 我会被人家 就会说 我会有什么事 我会把定位传给你 我会用这些东西